雷师傅 保护好君小姐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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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英雄好汉 你们要钱 我们要命 给你们三万两 帮我们过去 怕不好啊 全部的钱 全部的命 都给我留下 躲开 杀 小姐 雷师傅 这些人是当年毁你右臂的人吧 就是他们 我终于又见到他们了 雷师傅 如果我能让你的右臂暂时恢复 你可愿意 只要能再跟他们厮杀一场 我雷中联死而无憾 好 柳儿拿根 小姐 盛夫人 你选我当压车人 是想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吗 倒也不能这么说 我只是觉得 一个能十四年不负这口气的人 一定是个很可靠的人 宝贝 再一个 好好好 你 你 没有 你 来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保护少夫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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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们 驾 快 快 快 雷师傅吉人自有天下 看样子她的右臂算是保住了 雷师傅 你刚才用的就是青莲棍法吧 少夫人 你能让青莲再次绽放 我要雷中莲此生无憾 怎么样 大家都没事吧 我看这些贼人 应该还会有援兵 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不是贼人 是官兵假冒的 所以才会如此汗用 没错 当年劫杀老爷的就是这种人 他们绝对不是普通的山贼 对 只有官兵 嘴里才会喊出杀 看来 当年我们错怪义友航了 又来人了 站住 来着何人 可是你们来人说 遇到山匪的 正是 我们是淮庆府驻军 负责剿匪 听完来报 我们就过来了 淮庆府的兵 金略安抚史是谁啊 桓链是谁啊 都寨在哪儿啊 还有座下的大宗馆是谁啊 可有剿匪首纪啊 白鹤良山 山贼横行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今日 又有一星商人 方氏等十余人 突遭服气 全部遇难 放在 螳螂已现 黄雀何在 不可 把这诗人给我围起来 是 河南鲁独身古八 绞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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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祖母商定的计划得以实现 幕后之人终于要浮出水面了 请问哪位是方家少夫人 小姐 少夫人 放心 大人 德胜昌方曹氏说 此事由你处置 有劳大人 劳烦大人仔细审问 他们为何而来 听从何人之命 救出幕后作恶之人 为我方家十几年的冤案平反 务负众望 方公子放心 我等定当尽心尽力 祖母 母亲 承宇 你能走了 我没看错吧 是 我都好了 好 太好了 你能走就好了 一切都好 祖母 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李长虹已经入狱 我们要尽快过去 以免节外生枝 好 珍珍 我们现在就过去 祖母 珍珍改名了 以后她就叫君九龄了 对对对 你信上提到过 九龄 圆满了 新君的 我先走了 弟弟乖 此行多亏了令公子 要 不必了 我收了钱的 驾 驾 驾 走 走 快走 来 来 来